3月10日,在长春市传染病医院接受救治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孙某走出医院疗区,正式宣告康复离院。 至此,长春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最先实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的副省及城市。 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当日发布的通报显示,截至3月9日24时,长春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5例,实现确诊病例清零。 患者孙某于2月14日收入长春市传染病医院治疗,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经中西医医联合治疗,孙某体温正常3天以上,临床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肾出性病变明显改善,连续两次呼吸道标本核酸检测阴性,达到出院标准。 走出疗区的孙某心情非常激动,离开医院时,她向医护人员身居公10秒以表达感谢。 患者出院后,相关部门将继续对其进行隔离管理, 和健康状况监测。 自1月19日收治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长春市传染病医院至今共收治43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其中微重症8例,年龄最大患者87岁,最小患者10岁。 在临床治疗上,医院做到一人一方案,实施综合疗法和个性化治疗,坚持中西医结合,重视心理健康,确保救治科学有效,做到了院内医务人员零感染,患者全部康复出院。 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后,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将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院内消杀, 安排医护人员休息,同时做好应急准备。